1月29日晚,杨坤在节目中自爆患抑郁症,谈起身患严重抑郁症的经历,杨坤感慨道,我以前太不快乐了,为了抵抗抑郁症,杨坤一直到现在都要不离身,每天早晨坚持吃30毫克的药,在还未确诊抑郁症前,杨坤辗转医院多次做检查,在一年时间内,他一共做了6次核磁共振,想检查出具体的病因,但都未查出有什么毛病,杨坤直言那段时间自己饱受病痛折磨,特别难受,自己的左边身子像是被灌满了水� 完全喘不上气,一直到后来,他直面病魔,并积极吃药看医生,治疗内心的抑郁,结尾,杨坤开导屏幕前和他有同样困扰的人群,他表示,抑郁其实就是心理的感冒,只要你能够勇敢地面对,这病就好一半了 作为娱乐圈前辈,杨坤在刚出道时也曾经历过一段鸡一顿饱一顿的艰苦日子,后来他凭借无所谓,一炮而红,生活才慢慢好了起来,最后,也祝杨坤越来越好,希望他保持一个好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